森林碳会原住民与气候变迁交流会屏东厂 邀请各领域专家 跟民众讨论格拉斯哥气候协定 有关森林碳会原住民族以及气候变迁等议题 面对问世效应全球努力推行减碳政策 拥有碳会及碳权将拥有国际影响力 专家认为台湾也应该积极应对 现在比较重要 在台湾的现实里面 其实很重要是加强生命经历的策略 就是你怎么样让现实里的生长量能够增加 生长量一增加的时候 二氧化在碳会再增加 提供资金协助原住民来经营 将来在一个基准线划定以后 所产生出来的碳会就会变成碳权 当然要经过一定的计算 这碳权将来就可以在市场上被交易 也可以让企业来认购 所谓碳会就是能储存二氧化碳的天然或人工仓库 而森林被认为是实现净零碳排放的最佳碳会 跟全球现况相同 原住民族也被认为是森林的最好管理者 有关这些碳会的交易的部分 是不是也可以通过任养或是国家的这些跟原住民的合作 然后将这些收益用在该组 或是当地的原住民组部落 来发展它的文化社会经济或其他的建设 不过有青年认为原住民族社会对碳会及碳权非常陌生 认为交流会之前应该让原住民族充分了解 我们在谈这个碳权或是碳会 这个非常抽象非常高通的议题的时候 要跟原住民族谈参与谈广怀 等等这之前是不是应该 一个让原住民社会了解这一组的一个过程 接下来25号在台中还有一场交流会 想了解的族人朋友不要错过了 原新闻八浪屏东市场报道